我一直会提醒大家 当你选择这些社团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有些社团 它必须有一些材料费等等的 所以要考量自己是否可以 或是否适合 另外 如果你已经有选择了同军团 或管约团的同学 当然你的自愿就是可以不用填到10个 如果没有的话 其余的同学麻烦你 一定要填满你10个自愿 这里老师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 大概之前会遇到的状况 有的同学他就觉得 我只喜欢5个社团 我就填这5个 可是很不巧 在乱数的跑的过程里面 他5个社团都没有被选中 这里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的电脑系统 直接就会帮你放进还未满额的社团 所以同学 你一定要选10个自愿 从你最喜欢的 到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你是可以接受的 麻烦各位同学 一定要填满10个自愿 以免到时候电脑在跑的时候 你最后却到一个 你可能没有选择的社团 这个部分一定要请同学注意一下 刚刚是各社团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 这个社团选拳的方法 那本校的社团选择呢 我们的社团是一二年级 好 混在混合的 然后一起上课 那同学不用担心 就是 基本上呢 一年级给的名额 跟二年级给的名额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譬如说 假设这个社团只能收20个人 那我们大概就是二年级的同学 10位 好 然后一年级的同学会10位 好 所以 到时候请同学选社团的时候 你不用急着一大早 就是开放系统 好 你就上去急 因为我们是请你填志愿 好 等你填完志愿之后 我们才有电脑 好 去跑 好 所以 要请同学注意 好 到时候 选社团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好 就是你没有上去填的话 那很抱歉 那到时候 当选填的时间过了之后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选 那就会有电脑来帮你安排了 好 那这个同学一定要注意 好 那 麻烦同学呢 当要选择社团的时候呢 请到 玉音国中的首页 好 网页哦 好 不是FB 好 网页的 呃 首页的地方 然后你看左边 这里有个教师专区 好 教师专区的第一行的右边 就是有一个学务系统 从这里点进去 好 那 点进去之后呢 他会要你登录系统 好 所以你就按这边登录 好 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有三格要填 那 呃 各位一年级的新生请注意 好 你应该已经知道你的 呃 呃 学号 好 那 不过呢 我们的这个账号呢 你必须在前面呢 填110 好 110 然后加一个dash 然后后面才是你的学号 好 那密码是什么 密码就是各位同学你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好 那不过呢 我们设定有八个码 所以前四个位置 好 是你的西元年 好 那 那假设啦 假设啦 假设你的生日是五月八号 那请你注意哦 你后面四码要填 0508 好 那 底下这个验证码呢 就看每次出现 好 不一样 出现是什么 然后你就填进去 然后请按登录 好 那登录之后呢 你要看左边这里 好 呃 学生作业你把它点开 就会出现这两个 好 那请你点学生作业 然后呢 你就往你的右边看 最后有个社团活动 这个 三角形点 点下去 然后就会出现社团列表跟社团选课 好 那请你把社团选课再点进去 好 那 呃 你会看到最右边 好 开放的时间 好 跟总共你可以填多少个 那 呃 志愿序就从你这边一开始 好 譬如说 呃 你可能第一个想要管月 好 所以呢 你就选择这里下拉 好 往下 按下去 那他就会出现社团的选项 那就请你把你想要的点上去 好 那再一次强调 好 各位同学一定要填满 10个社团 不然到时候如果你没有填满的话 就会变成别人填剩下的 还有空位的地方 好 那 呃